上个视频你已经学过 如果分子是常数 分母是连续两项相乘 这样的分式就可以列项来求和 这个视频我再来给你讲讲 如果分母是不连续的两项相乘 如何列项来求和呢 比如这道题 数列AN的前N项和是SN 若AN等于N乘N加二分之一 让你求SN 现在这个分母两项不连续 还可以拆开吗 嘿嘿当然可以咯 不过你不能直接写成 N分之一减N加二分之一 因为你这样减完 答案其实是N乘N加二分之二 是这个视子的两倍 所以要写成这两项相减 前面必须得乘上二分之一 现在列项搞定了 就可以开始求和了 在求和之前 还是把AN都列出来 当N等于1时 A1就等于二分之一倍的 一减三分之一 同样的 A2就等于二分之一倍的二分之一 减四分之一 A3就等于二分之一倍的三分之一减五分之一 一直写到最后 咱再写两项 AN减一就等于二分之一倍的 N减一分之一减N加一分之一 AN就等于二分之一倍的 N分之一减N加二分之一 好了 列完了就把它们加起来求和吧 先把二分之一提出来 SN就变成这一对的和 再把所有相加的放一起 所有相减的放一起 并且把符号提出来 SN就变成二分之一倍的 这一堆的和 减这一堆的和 发觉没 这是从一加二分之一 一直加到N分之一 这是从三分之一加四分之一 一直加到N加二分之一 这俩相减 相同部分都可以消掉 SN就等于二分之一倍的 一加二分之一 减N加一分之一 加N加二分之一 接下来画减这个式子 就是SN了 具体过程我都不讲了 直接给你答案 SN就等于这一大坨 这道题的关键 就在于如何把N拆成 两个式子相减的形式 虽然分母不是连续两项相乘 你还是可以把它拆成 小分之一减大分之一 不过你要注意 这俩小和大相差几项 前面就还得乘以几分之一 刚才那题分母直接就是相乘 所以拆起来也会很直接 如果我把AN换成4N方减1 你还会求SN吗 是不是有点迷糊 嘿嘿别担心 分母不是相乘 你就把它因式分解呗 显然AN就等于2N减1 乘2N加一分之一 现在不就变成两项相乘了吗 接下来咱就把它变成相点 老规矩 先用小分之一减大分之一 因为2N减1和2N加一相差二 所以前面还得乘2分之一 现在列项完毕就该求和了 为了避免你嫌我啰嗦 我就不再从头到尾算一遍了 从A1一直列到AN 再把它们全部加起来 就可以得到SN了 和刚才一样 还是把1分之一提出来 发觉没 这一减一加都可以消掉 最后的答案就是 1分之一倍的1减2N加一分之一 换点一下 SN就等于2N加一分之N 看来就算分母给你的不是两项相乘 你也可以因式分解 先把它变成两项相乘 再转化成两个式子相减的形式来求和 除了刚才讲过的字母形式 你可以列项来求和 其实很多分数的求和 你也可以这么干 比如我让你算这一堆的和 假算呢 嘿嘿 别被吓到 其实它和刚才就是一回事 你看 分子都是1 分母都是相差2的俩数相乘 咱就利用刚才的规律把它拆开 1乘三分之一 就是1分之一减三分之一 再乘二分之一 3乘五分之一 就是3分之一减五分之一 再乘二分之一 总之 就是把每一项都写成 小分之一减大分之一 再乘二分之一 接下来 把二分之一提出来 就可以嗖嗖嗖的消了 消完之后 就是二分之一倍的 1减2015分之一 划减一下 答案就是2015分之1007 看来 以后就算是这种分数 让你求和 只要你发现分子是1 分母是相差几项的数相乘 你就把它变成两项相减的形式 再求和 好了 讲了这么多 总结一下 这个视频我就给你讲了 分母不连续的分式 如何列项来求和 其中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想办法把它拆成 两项相减的形式 拆的方法就两步 第一 用小分之一减大分之一 第二 小大相差几 前面就乘以几分之一 好了 本姑娘就讲这么多 赶紧刷题去吧 好了 好 好 咱们 前面就带了 我三个小时 就吃较标准备了